他講話非常的曖昧 這個坦白講那個立委也要打屁股 沒問清楚 沒有問到重點 因為那個邱國正那個時候 他說他睡不著覺 那後來就來講第一集吧 那邱國正講第一集事實上就是十二海裡面 那他講的第一集就是說我們不一定要被動 不一定要被動 那 那不一定要被動 問題是飛行員的判斷 可能會出問題啊 因為坦白說 有時候闖進領空 有時候不是故意的 是不小心 那你就要直接把人家打下來 所以你的SOP是什麼人家就 很好奇啦 就第一集算不算 那個火控雷達鎖定算不算第一集 這個 還沒有射飛彈 那照理講應該是 人家進來嘛 因為十二海裡已經非常近了 那你立刻用火控雷達鎖住 可是這個時候 很容易招致被攻擊 那個時候你才做反擊 那會不會來不及 對 對 所以邱國鎖就是因為這樣睡不著 就是我到底要怎樣決定什麼時間是按鈕時刻 因為 古力雄這樣講 我覺得沒有講清楚 很可能就會發生 飛行員自己做判斷的事 可是他講的是可下令啊 那是誰下令 那來不及吧 就是說 沒有啦就是指揮官啊 指揮官 就是 那個空軍一定有一個基地指揮官啊 那他就Pass給飛行員啊 所以現在可以進行攻擊 所以就是由空軍的指揮官來決定 現場 對 可是問題是你不在現場 因為 飛機上那個飛機的動態 只有飛行員看到 第一線的狀況 那你表面上看到有個飛機飛進12海里 那你在地面的指揮官 擊落 他可能是誤闖 他可能進來然後 他可能隔了3秒鐘發現要折回去 結果你已經把他打下來 但是在 天上的飛行員要決定判斷呢 坦白講啊 這個就是國家的謹慎程度的問題 如果是俄羅斯就直接開幹 那關你了 對你進了我的12海里 是啊 他就直接把你擊落啊 事實上 除了俄羅斯還有其他國家會怎麼做嗎 有啊 土耳其上次就把俄羅斯打下來啊 土耳其也這樣開幹啊 阿爾多安哪甩你啊 中國大陸就是屬於謹慎的國家 可是也沒有發生過啦 也沒有人敢進去 沒有人敢進去啦 說實在啦 事實上 中國大陸的領空 大概到了24海里都還沒有到啦 就被趕走了 事實上對大國沒有人敢這樣做啦 那現在就是你是小國嘛 你是台灣嘛 有人要對你這麼做了 那有人要來試探你 就我不怕你 這個就好比菲律賓啊 我們說 菲律賓理論上 如果跟中國大陸的關係繼續惡化 你也難保不會發生一些事啊 那 這個就是大對小 或者強對弱的關係嘛 所以 台灣也是一樣啦 就是 會討論到這個問題 就是你有可能發生嘛 比如說人家就會問說 已經距離基隆只有31海里啊 那你怎麼辦 我講白了啊 以現在 空軍的科技啊 31海里 跟12海里也沒有差很多啦 31海里就可以射飛彈 基本上打得到 其實 那個飛彈很多都是 一兩百公里的射程啊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 可是國際法規定12海里才是你的領空領海 那個就是 以舊的科技 的思維嘛 那個時候的飛機速度才多少 導彈 哪有什麼厲害的導彈 那個時候根本就還沒有進入 在空對空 用導彈或者空對地 用導彈作戰這樣的時間嘛 還沒有到 你二戰哪有看過這種戰法 你頂多是 都是轟炸機啊 你很少看到 戰鬥機如果就直接衝到你的國家裡面去了啦 就沒有這種遠距離可以精準攻擊的啦 打不到啦 打不準啦 打不準啦 那現在打得很準 而且是超高音速 所以坦白講理論上 要對台灣斬首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它飛到40海里就可以 適合超高音速導彈 甚至更遠 甚至更遠 喔 就可以鎖定你一個目標攻擊了啦 事實上你看俄羅斯嘛 他的匕首導彈打基輔 請問距離多遠啊 你根本不知道他哪裡來的啦 我講白了啦 打完之後你可能才慢慢查說 是因為匕首導彈 可以打超過1000公里啊 所以你根本沒有看到飛機嘛 他就射來了 喔 那只要鎖定你的坐標 他就可以射擊了 所以 這個時候所謂的戰鬥機啦 那道路還有很多地對地的飛彈 對不對 這個 坦白講這個 這種問題坦白說是不該在立法院做 植學 國家機密 對 他應該要說 我們有我們的守則 可是我們不便在這裡討論 那 我們一定會 掌握作戰當時的狀況來做判斷 就大概就講到這裡啦 沒有一個國家會把這種東西公開講的啦 像邱國證 把那個第一集都講出來 我沒有看過有人這樣討論的 這討論不就是討論給對方聽嗎 是啊 而且你這個準則一定 那豈不是綁死你的作戰方法 大家都知道你的作戰方法是不是 全世界都公開透明 所以一般 重點是他講完之後你還是不知道他的準則是什麼 他講完之後你知道他的準則是什麼了嗎 沒有 對啊 所以有講跟沒講其實差不多只是他用了一個比較 就是 感覺告訴大家說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方式來推 他還是有個準則啦 就是要12海裡 那這是國際法的 相關的國際秩序的規範嗎 合不合理是另外一回事啊 很多大國不是這樣做啦 他可能24到12就被擊落了 在那裡擊落可能問題有點大吧 把他趕走是可以 把他打下來 這個很難講 很難講 他有時候是飛偏又飛出去還是被擊落 你曾經來過 對對對 這個有點複雜 那 還有你明明可以判斷他是不是戰鬥機 也擊落過民航機嘛 對啊 是啊 當然是啊 而且也不是只有韓國航空被擊落過 那當然 後來的資料顯示 蘇聯根本就懷疑 他有情報任務 那裝在民航機裡面 木馬屠城 那如果這樣 這樣就講不完了 就講不完了 各種狀況你只要認定他是怎麼樣 你想怎麼做你就可以找一個理由說他怎麼樣 當然是而且他說他 飛偏 還故意 故意飛進 勘察家半島的核武基地 而且在911之後民航機也可以當成恐怖攻擊的 武器啊 是啦 不過這樣 這樣就扯越了 對啊 我就說這個可以無限擴張解釋嘛 好另外一個就是有關於最近的這個聯合利劍演習 CSIS分析這個叫做隔離 不叫做封鎖 這是一個 就是說這是以後的一個新常態 那這個常態 又不會像封鎖那樣造成 那隔離定義是什麼 目前就是沒有人知道定義是什麼 那這個就 我覺得 沒有造成封鎖的效果你要走還是可以走 也不是啦 他 因為傳出來CSIS做過的兵推 他是局部封鎖嘛 然後他用驗傳的方式嘛 登船檢查 那就要求你到網路登陸嘛 他可能 在你還沒有登港進前 他就發出訊息了 要求你要登陸 你會收到 那你登陸你就說我是要去日本跟韓國 那就跟這個無關啦 那這個可以判別啦 你會秀足你的 船的一些訊息嘛 那到時候 臨船登檢就是 大陸的海警船嘛他有一個 2304的 海巡編隊吧大概有四艘船 他們大概就可以做了 就是他的沙盤推演 就兵棋推演 就是如果要封鎖的話可能是這麼做 不會影響到其他的存體 那個歷屆演習有這個項目啊 不過他們是在外島 那可是後來 5月24號被人家發現有一艘海警船 就溜到了高雄港的外海 那因為他打開AIS 所以就被發現 那他單獨一艘來這邊要幹嘛 可能是在探水路啊 你知道嗎 就是說如果要在這邊 領檢的話行不行啊 當然要收集一些水文資料啊 可是 這個四艘船夠不夠我真的懷疑啦 因為他一定還是要出動一定的軍艦 要圍在外圍嘛 因為我們到時候可能會用軍艦去排除啊 所以就你來領檢我也會有軍艦 對 所以有可能會發生海戰 因為台灣不做排除也說不過去 所以 你本來封鎖人家就可以排除封鎖嘛這是一定的 那只是說他用什麼方式 那如果台灣有潛艇 也可以用別的方式排除啊 那就是你 那也不知道他要多接近 目前 看到了大概就是最多24海浬 那24海浬是不是可以有效封鎖 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有那個 貨輪啊 體積龐大了 我堅持要進高雄港那你怎麼辦 這個就是一個Test 你如何攔他這樣子 對 或者是 台灣的海軍 就派軍艦到外海去迎他進來 去護航 對 護航貨船 對我覺得這個有很多種情況 那我也難以想像 這個一旦成為新聞之後 因為這個新聞很快就會變成國際新聞 國際都看得到 會有什麼效應 那我們的國防不能示弱嗎 你看顧慮熊那種人像是會示弱的人嗎 所以我認為他一定要做排除的動作 還有護航的動作 那接下來就變成是中國大陸怎麼反應 因為他勢必 也會有軍艦在外圍 就是這樣 所以這就會讓雙方的衝突可能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升高到 立刻濱臨戰爭 就升高到戰爭邊緣嘛 如果真的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本來封鎖跟 排除封鎖 就有這個風險 就有人認為就是準戰爭行為啦 因為你有強制性嘛 有強制性 就是有力量嘛 就不是一個 法律而已嘛 就你不遵守我的法律對不對 那我可以派人去抓你 那逮捕本身就有強制力嘛 那我要抗拒你的逮捕嘛 所以我要抗拒你的封鎖 我要掙脫啊 那我就要展現我的力量 本來就是這樣所以他 很容易變成軍事行為 就是這樣 而且雙方都是出動軍事艦艇的時候 最後一定是這樣 因為我們海警船太小 太弱了 根本 也許人家到時候 那四艘海警船都是1000噸以上 那我們最近一下水那兩艘才600噸啊 你怎麼弄啊 可是最後一定會出動軍艦的 一定會 那可是你出動了人家也出動那怎麼辦 那不就 不就將軍了嗎 將軍了對 是啊 好